这个男人因为赚不到钱 天天被老婆家暴 谁看他都是个窝囊废 但实际上 他是韩国最顶尖的杀手 每次行动 他都能完美完成任务 成为杀手们心中配合的大神 可这并不能让男人感到快乐 因为在他的心中 有着一个中二梦 成为一名漫画家 于是 厌倦了杀手生活的他 在一次跳伞行动中 故意假装拉链坏了 叫楼伞打不开 沉入了大海中 组织得知这件事后 并没有为他举行了葬礼 上集更是哭得泪流满面 另一边 男主却浮在水面上 享受着阳光 梦想中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然而 当上了漫画家 男主才知道 自己的天赋有多差 编的故事太烂 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块 每次交稿前 他都要绞尽脑汁 想到筋疲力竭 好不容易将漫画发出去 评论里全都是网友的谩骂 有人说 用狡话都比他强 面对这样的辱骂 男主很沮丧 他也想创作出好故事 直到这天 女儿在无聊时 给了他一个提示 男主想过 但他不敢 因为以前的特工精力 可都是国家机密 泄露不得 想着想着 男主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主编打来的 他说他画的漫画 实在太差 光差评就有足足两万条 以后别再连载了 然后就挂着电话 不给男主求情的机会 涉业的男主 只能来到工地打工 谁知工头又看他不爽 一直说他在偷懒 还朝他身上喷了口水 下班后 男主一个人在家喝闷酒 打开电脑一看 又是一群网友骂他渣渣 终于男主暴怒 他拿出笔 一边臭骂 一边飞速地画下 自己曾经的故事 画完之后 他还一时兴起 在房间里练了几招 然后便躺下呼呼地睡着了 等第二天醒来 男主看到桌上 摆了一盘盘丰盛的早餐 居然是老婆做的 他是吃错药了吗 这间老婆为了男主口饭 说 等等 心网慢 男主猛地冲进房间 这才看到 昨天画的故事 不仅被老婆顺手传到了网上 还被疯狂转载 评论暴载 这下要出大事 男主赶紧找到主编 叫他撤下漫画 主编说他是不是疯了 赶紧滚回去更新 一脚就把男主踢出办公室外 男主只好丧丧回到家 偏偏这时 下雨了 他赶紧拿着把雨伞 去学校接女儿 结果就看到女儿 跟同学走在一块 同学的爸爸穿着干净帅气 还开这辆好车 再看看自己的穷酸样 男主没有勇气跟女儿打招呼 而是默默地让对方 让爸爸送他女儿回家 回到家后 男主在收东西 却不小心翻到了女儿的日记本 上面写着家里又多穷 他多想赚钱为家里分担 看到这些 男主心里充满了愧疚 他愤然决定 既然漫画火了 那就让他继续火下去 不一会儿 一张张漫画被他迅速画好 漫画第二集 新鲜出炉 果然第二天 漫画再次爆破 在公交站 在十字路口 所有人都在看漫画 就连男主老婆的学生 也在课上偷偷看 几天后 男主就给了女儿一个惊喜 买了他心心念念的电子琴 一家子喜乐融融 殊不知 威胁已经在悄悄靠近 原来 男主爆火的漫画 被当初的长官看到了 长官把这个消息带回情报局 有人推测 这跟当初死了 却找不到尸体的男主有关 而他这个行为 已经构成了叛国罪 于是 长官找到漫画出版社的主编 又武力威胁 得到了男主的位置 只不过男主此时不在出版社 而是在工地 正被工头臭骂着 这个工头总以为 眼前的小弟是一般人 有事没事敲他的头 还会喝一口水 侮辱性的喷他一脸 但如果他能看到 接下来的这一幕 一定再也不敢对小弟放肆 只见工地外闯来几名特务 他们冲进厕所 将在洗脸的小弟团团围住 原来 小弟的真实身份是个顶级特工 由于犯了叛国罪 这几人是来抓他的 小弟知道藏不住了 气场瞬间一变 动作变得极为敏捷 一人连续撂翻好几个特务 拔了他们满地找牙 毫无还手之力 才不到一分钟 就干干净净的结束了战斗 而这一幕 恰巧被站在上厕所的工头看到 他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直升 谁知男主在他面前连续挥拳 踪不住的他 瞬间哇哇大叫喊妈妈 男主没再为难他 走了 男主回到家后 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老婆 说他真实身份是个顶级特工 现在身份暴露被追杀 要赶紧收东西走人 但老婆完全不信 反而生气的挂断电话 男主只好继续收东西 但突然 两枚烟雾弹扔了进来 男主赶紧拿夹子夹住鼻子 两名客户从窗外闯入 男主保到位了 跟对方结结实实的过了几招 可疑不留神 背后有人惦记偷袭 他还是晕了过去 等醒来时 男主已经在审讯室 曾经的长官走进来 骂他为什么要将国家机密 以漫画的形式泄露出去 问他是不是间谍 男主说自己画漫画 只是为了谋生 却拿不出证明 自己清白的证据 就在审问僵持不下时 男主的手机响了 一听 居然是个陌生人的声音 神秘人说 你的老婆在我手里 想救他 二十分钟内 你需要跟你的长官 一起到我的基地里 没完五分钟 就剁你老婆一根手直透 可男主现在 双手双脚被死死扣住 该怎么办呢 不久后 男主突然开口 说自己就是间谍 可以坦白 但得先让长官跟我谈谈 于是 长官坐到男主面前 男主问能不能给我根烟 长官没多想 把手伸了过去 然后就被男主一拳击晕 男主拿出他兜里的钢笔 迅速解开手铐 等其他特务闯进来 男主已经把枪架在长官头上 就这样 男主成功将长官压上车 朝神秘人方向奔去 车上 男主向长官透露实情 长官很疑惑 是什么样的人才想要抓他过去 两人一起回忆得罪过什么仇家 终于 两人想到一起共事时 曾抓过一个恐怖分子 还对他言行逼供 最后将他垫死 而那个恐怖分子 还有一个哥哥 看来是哥哥来寻仇了 两人话说一半 突然来了个视频电话 一看 有人抓着男主的女儿 正准备把他扔出车外 而抓人者 是情报局的副部长 副部长要求男主把长官带回来 否则就再也别想见到女儿 一边是女儿 一边是自己的老婆 男主万般纠结 还是开车来到老婆被绑之地 老婆被劫匪绑走了 男主驱车直直冲向的几十名绑匪 老婆大喊 随之男主一个急转弯 居然在劫匪面前掉头跑了 这操作把劫匪头目看得一愣一愣的 老婆也气得想踹死男主 原来男主不仅老婆被绑 女儿也被绑了 情急之下 他只能走个过场 跟绑匪商量 等会再来救老婆 然后便冲去救女儿 结果开车到一半 女儿却给他发了条信息 说自己已经被人救出来了 原来就在女儿被绑时 男主以前的好兄弟阿哲看不下了 他假意说女孩要上大号 带他去厕所 实际上是带他破窗逃跑 女儿和阿哲很快跟男主会合 在出发救老婆前 男主还要干一件事 直见他抡起拳头 直接把阿哲捶出血 告诉他 这样就可以伪装成 你要抓我 就被我逃了的假象 果然 等到副部长找到阿哲时 相信了阿哲没有背叛他 另一边 男主跟一旁的长官开车来到目的地 两人下车 而女儿则悄悄留在车上 把电话给副部长那边 直播录像了现场的情况 直见长官被绑在椅子上 身上插满电行的工具 男主被推了出来 接着 绑匪逼男主动手电死长官 否则就将他老婆打死 男主只好忍痛照做 长官痛苦大叫 这一幕当然也被副部长看到 他赶紧派人开着辆车 直接冲进敌人基地 车上下来一群特种兵 火力强大 一瞬间打死了无数敌人 很快就将整个基地拿下 控制住场面后 副部长就命人干掉男主 他依旧认定男主是个叛徒 谁知阿哲直接冲上前 为男主挡了一枪 阿哲再也没有力气 倒在男主身上 奄奄一息的阿哲看着男主 说着自己最后的遗言 但男主却说 原来我没死 阿哲一下下被男主煽醒 副部长怒了 这两玩意在干嘛 令人继续开枪 但在这时 旁边的手下纷纷倒地 原来 皇匪里还有个神枪手 站在高处 自无忌惮地射杀副部长的手下们 同时 也射中了男主好几枪 副部长彻底败下阵来 本快被绑匪团团包围 可当绑匪头目 走向男主老婆女儿 正准备开枪了结他们时 男主居然又活了过来 他拿着一把手枪 精准射击旁边的爆炸物 在爆炸混乱的过程中 他抱走老婆和女儿 脱下衣服 好家伙 这人居然穿了两件防弹服 难怪打不死 他将防弹服分别给了老婆和女儿 然后仅拿一把手枪 一枪一个 两枪两个 没子弹了 那就肉搏 谁打得过这位 曾经的韩国最强特务呢 男主打到绑匪老大的房间 直接老大拿着把线弹枪 狂轰乱炸 就被男主一一躲掉 最终男主一记飞踢 把老大踢出窗外 结束了这次战斗 也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个任务 一段时间后 不出意料 阿哲找上他 说有个棘手任务想他帮忙 不出意料 男主拒绝了他 毕竟美好的事就在眼前 安安静静过日子 他不香吗